我現在在這邊有看到另外一台看起來也是外型非常亮眼的NB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它跟它有什麼不一樣嗎 好的 那各位看到我左手邊這一台的筆記本 筆記型電腦呢 基本上它也是我們今年推出了一個新的一個包心筆記本 那原則上你們可以看到說在這個外觀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外觀的部分它有一個多彩一個彩模樣影的一個技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殊的一些特殊一些圖騰在上面 那另外一部分呢 我們的這個CPU是採用AMD今年最新推出的E350的一個CPU 所以它是所謂把CPU加GPU把它結合在一個chipset裡面 所以說它的功耗電量的一個使用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可以達到非常一個efficiency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也跟那個SRS這個環繞音效的一個系統也合作 所以說在這麼樣一個保險筆電它不但CP值非常高 你也可以享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音效的享受 所以同樣這也是會針對商務人士而推出的一個產品嗎 對的 它其實可以針對一些社會新鮮人 或者說一些就是比如說在研究所的一些學生 它並不是說需要太高的一些性能上的需求 那它這個絕對可以滿足它每天日常生活上面的電腦所需 OK 好 非常謝謝Marco 我們�에서追う探索퍼 我們imp今年未成熟的ち關你就會幹嘛 我們來討論一下 也需要你需要我們的域 我們可以請你 ees laws